大家好我是Omega 在這世界上我最不相信的兩種電器 第一種是掃地機器人 第二種就是氣炸鍋 但是今天我們要開箱的一台 就是最近很夯的氣炸鍋 那就是因為之前全年有在換購這個氣炸鍋 就是這個利克特的氣炸鍋啦 那我這個不是在全年換購的 這是某人自己在外面買的 這個是一個組合 還包含了兩個內鍋 那一個是蛋糕的模具 一個是烤串組 那為什麼說我不相信氣炸鍋呢 因為早在大概十來年前 把台灣第一波流行氣炸鍋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有入手一台 敢流行嗎 那時候使用的經驗呢 第一個就是佔位子 再來是耗電 再來就是難清潔 所以後來用了幾次就收起來 然後幾年後就把它賣掉了 總之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利克特的氣炸鍋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現在就來開箱吧 你現在收看的頻道是歐塊 這個頻道主要包含各種開箱維修DIY 如果你還沒訂閱 快去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喔 這些就是所有的東西啦 剛好說過呢 這個蛋糕膜啊 和這個烤串組 是另外的 不在原本的盒子裡 因為買外面的這個組合才會有這兩個東西 那我們就來介紹一下主件吧 那先從這書開始看喔 當然一開始有說明書 食譜呢他就附了三本啦 算是蠻貼心的喔 對於這種料理的苦手來說 看著食譜來做 應該也可以做出一點什麼東西吧 機器的部分呢他主件非常的單純 有主機然後外鍋和烤網 我們先從主機開始說好了 主機的部分呢 你看到前面的面板 這個是控制溫度 這是控制時間 這是電源指示燈 上面這是加熱指示燈 上面這一圈呢是入風口 底部的也是入風口 使用過程中啊 這個入風口是不能擋住的 背後呢 是有出風口 出風口也不能擋住 這邊會燙啊小心 這個是放外鍋的地方 這邊的地方就是加熱器 也就是所謂的聞香 外鍋和這個烤盤呢 烤盤那旁邊這個有防花墊 一定要裝上去喔 記得 那在第一次使用之前呢 這個外鍋和這個烤盤 先用這個水洗過 然後讓他擦乾 然後裝上去 那這樣就可以了 裝進去就直接裝就好了 用力啊 這樣就可以了 拿出來的時候呢 就是要稍微浮一下 浮一下 才不會把整個氣炸鍋往後抽 會危險 再來看一下他另外的這個配件 這個就是一個烤蛋糕的模 那除了烤蛋糕之外呢 好像也可以煮一些其他的料理 可以參考這個 簡單的食譜 這個食譜就沒有很多啦 一點點而已 還有一個簡單的說明書 再來是這個烤串煮啊 感覺就很難洗的樣子啊 那這幾根這個金屬籤啊 就是串了東西以後就可以 加在上面 或是這邊 還有高低兩種 不同的深度 好就可以做一些串烤 那當然有個簡單的食譜 可以參考一下 還有一個簡單的說明書 好啦那這些東西都介紹完 我們來實際的 實測一下 烤一個最簡單的東西 走吧 好啦 好啦那我們現在來做最簡單的烤地瓜 溫度先設160度 然後要預熱 我先轉個先10分鐘好了 可以聽到有聲音了 讓它預熱一下 那預熱的過程呢我們來洗一下 洗一下地瓜 地瓜洗完以後呢不用擦乾了 甩一甩就好了 然後呢 我們用這個 鋁箔紙啊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 等它預熱完了 好了當這個綠色燈熄滅之後代表已經預熱完了 好那我這時候先把它轉到0 然後扶著它 把這個鍋拿出來 然後呢 把地瓜放進去 把外鍋塞回去 那這時候我們訂 差不多 40到50分鐘 一樣是160度 我就訂50好了 我比較喜歡爛一點的地瓜 那我們就 等它完成吧 好啦它時間到了 我們現在把它拿出來看一下喔 可以用這個夾子把它夾出來 夾出來是長這樣 撥開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確定它熟了呢 我們可以用一根這個竹籤啊 吃吃看 喔可以很順利的刺過去 代表它已經熟了 撥開來看一下喔 哇 看一下這個斷面 很香的感覺 它沒有那種烤焦的 效果 但是 裡面好像很熟 吃吃看喔 很甜 裡面非常熟 很軟很軟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這是這個應該算氣炸鍋最簡單的料理了吧 就是地瓜 洗一洗丟進去 包起來丟進去 那時間花了有點久 大概要花50分鐘左右 不過還蠻值得的啦 好吃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看完之後呢 你還會想要入手這台利克特的氣炸鍋嗎 基本上啊 這台氣炸鍋的優點呢 就是它很美形 很小巧 缺點呢 就是它要預熱 有點麻煩 要不要買呢 我不推薦 也不反對 留給你自己做決定喔 那如果你還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都會一一回覆你喔 最後請記得幫我們影片按個讚 和分享 頻道的話呢 就是訂閱加上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臉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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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部門